继续回来发达赶场的环节 介绍身边的嘉宾仍有Jason Jason,我们今节想和你说的是 编号494的利峰 利峰出了一些消息 今天股价跌得比较多 现在跌4.3%,做13.64 最低今天是见过13.56 有什么事? 就是因为美国那边的数据不太理想 内用品订单超过预期 对利峰也是有影响 而且利峰说他将会是裁缘 裁减40人 因为在欧洲业务那边的需求是有改变 亦想问一下 看来两个都不是那么好的消息 今天的下跌都利率当然 这类出口股今年都没什么运行 始终和国外一些外围的经济环境 都是很敏感的 欧洲美国方面的经济 如果真的做得不好 或者增长都仍然是放缓的时候 其实对于订单来说 都一定会有压力在 特别就是利峰方面 其实都有几大程度的业务 是和美国方面合作的 包括美国方面的Wallmart 最大间零售商来说 都是用利峰作为一个采购的伙伴 当如利峰这么大个客人 订单或者生意额 是下降的或者有压力的话 对于利峰来说 亦都会有个相对严重的影响 近期来说 其实不是单止昨天的 内用品订单方面的数据 甚至连其他就业数据 流市的数据 其实通通在美国方面 都出得不是太过理想 亦都是反映 美国其实是今年上半年到现在来说 整体的经济环境 都不是十分之理想 特别就是去到下半年 其实这个情况 有机会进一步持续 特别就是在没有了QE2的支持下 究竟经济的复苏力度 可不可以保持得到 好像上年那么强劲 大家都还有一个疑问 另外一方面 欧洲也是 这次李峰裁员的Department 都是针对欧洲方面的业务 如果你说欧债危机进一步是蔓延的 又或者欧洲的国家 因为要削减财赤 而要加税 又或者削减公共福利的开支的时候 都会对于欧洲方面的居民的消费力 会有一个挺严重的打击 亦都会令到李峰的生意额会大受影响 所以这类的股份 即是你说494 或者C-330 这类 由于外围的经济环境 都还是不理想的关系 相信后市来说 不会做得太好 之前都很多大行 暢探了去 和下调的目标价 甚至乎有些目标价 是调低到10元以下的 所以它仍然是13元多的时候 即是意味着 它未来潜在跌幅 都仍然有一定的幅度 所以你说这些位置 我就绝对不建议 就这么快去吸纳 相反 如果你说之前 上面高位买了 没有走到的话 其实都应该是想一想办法 去做一个止蚀 又或者起码 都做一个减绑的行动 看到之前两天 利芳都因为得银的增持 而上去接近15元这些位置 就是一个挺好的走货的良机 因为都见到下降轨 由今年的上半年 大概26元的时候 拉下来 都是一个挺完整的下降轨 每一次升到上下降轨 阻力区的时候 都不能进一步抽上 意味着 进一步试底的机会 都是比较大一点 嗯 是的 看到利芳刚刚提及 和编号330施截图的走势 都是一模一样 两个都是这样滑下来的 如果家庭高还要投资这类的出口股板块 我想这一刻 今年为止 都应该要省省点 避一避先 没错 避一避先 另外跟Jason讲下 第二个板块 就是内银股方面 今天的内银股 普遍都有个下跌 我们一起看看整个板块是怎样 建行是6.23 跌超过2% 工行5.89 跌超过1% 农行方面跌接近2% 3.59 中国银行是3.59 跌接近2% 农行方面是4.2 升了1 交行6.76 跌接近2% 招行18.5 跌超过2% 中信银行4.7 跌超过1% 民生银行方面跌接近2% 6.8 总农行跌超过2% 4.43 其实看到之前那一排 浪元股方面都有个升势 都升得不错 可反弹 但是今天跟随大市 都有个正常的跌幅在那里 其中农行做得也是特别好 编号12800 逆市有个倒升 是升了2仙上来的那一刻 4.21 今天最高是见过4.27 为什么农行受到投资者的爱大 暂时比较硬正 因为这么多类内人股里面 唯独得农行发了一个认起的消息 其他那些暂时还没有这些消息的带动 自然会令到投资者会开始忧虑 今次出来的中期业绩的表现会是怎样呢 暂时来看 其实如果你说是业绩期的时候 大家都要注意到 内地银行的股份 都有几方面的地方要留意 第一类当然就是信贷的增长 能不能够保持到 我自己就会觉得比较审慎一点 因为至少今年上半年不断收紧银金 不断地调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等等的措施 都令到银行方面的信贷方面 是有一个压力在 所以整体那个叫做淨利息的收入 就算有增长也好 都未必说会太大 但都要留意回究竟非利息收入 即是说手续费、佣金那些 能不能够可以彌补得到 这个淨利息收入的压力 第二方面比较重要 因为近期都是不断在 关注国内一些债务的问题 特别是说地方债那方面 都会越说越严重 都要看回内地银行 会不会借今次的中期业绩 会做多些撥备呢 所以你说撥备方面的开支 如果有急剧上升的趋势的时候 都会令到他们的盈利增长 会受到压力的 另外就是说不良贷款方面 都要留意回 如果你说今年上半年 有些中小企可能熬不住 要倒闭 所以如果本身有些银行 借下钱给这些中小企 又或者给一些房地产的开发商的时候 会不会都有机会收不回 要成为一个不良贷款的撥备 这方面也是要留意的 所以暂时来说 这些内地银行整体的利淡因素 就好像比较多些 所以整体来说 就算有反弹也好 都见到反弹的力度不是太大 所以这类的银行股 要买也好 其实那个注码 我就不觉得要放很多下去 而且都要有个心理准备 这些位买的话 都要作一个叫中长线的投资 短期之内 表现未必可以很快地跑赢大市 始终是不是依然受到一些内人股解禁方面的影响 因为始终好像还未过好 好像健康八月底才会解禁 没错 你好像看到昨天方面 就是泰保方面 虽然不是银行 但都属于金融机构 也都遭到他们大股东减持 再加上之前大马石等等 这些机构减持 都意味着海外的集团 海外的投资公司 开始都不断沽售这类的金融股 所以暂时来说 这也是一个挺利淡的因素 是的 见到建行 今天跌超过2% 6.23% 只是在农行 流行股里面 比较好一点 好 这一字时间差不多了 先问Jason 说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持有的 谢谢Jason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会有板块直击的环节 另一位嘉宾和主持 会和大家见面 家庭观众欢迎收睇我们 要财财京台一下 稍后回来再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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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